一个足球的play tour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miter soccer 足球元宇宙 Hey guys I'm Craig Challant Cute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美心 沉迷于自己美貌 加密博主 主要是分享一些 圈的最新希望 今天大漂亮给大家带来一个 男生最喜欢的游戏 就是一个足球的play tour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miter soccer 足球元宇宙 这也是一个没有上限的游戏 之前大漂亮跟大家分享过 一个游戏项目的四个阶段 那今天呢 这个游戏它属于第一个阶段 就是让大家去赚信息差 去赚早期红利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这个游戏呢 现在还有一些公开预售的 这个白名单可以领啊 视频的最后呢 有一段是给大家讲解 怎么样去做白名单 怎么样去参加它的 早期的预售的红利啊 那这个miter soccer呢 它是由一个叫 champion games的 这样一个游戏公司制作的 那这个公司已经有六年的历史了 也是老的传统游戏公司 跨界过来做gamefire的 这样一个项目背景 那这种项目 往往游戏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呢 玩家可以有两种身份啊 一种是拥有者 一种是管理者 就是你可以拥有一个球队 做一些球队的买卖啊 场地的买卖啊 球员的买卖啊 这样的一些工作 那你还有一个身份 可以做一个管理者 管理者呢 就做球员的升级啊 训练啊 带着球员去打比赛啊 是这两种身份呢 可以参与到这个游戏里面来 那整个游戏看下来 它是做足球 非常专业的一个游戏啊 喜欢玩足球 喜欢玩体育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虽然它现在还没上线 官网上也没什么内容啊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游戏的官网啊 足球大片狼本身 是不太懂的 但是小时候应该是玩过 一个游戏叫实况足球啊 玩的也不是很好 但是觉得挺好玩的 这个游戏的画风 看起来还是一个 比较粗糙的一个 3D画风啊 左边的这几个大字 也就说明了 它的基本情况 首先你要发现队员 然后训练队员 然后你还要玩 然后最后赚钱 这是一个基本的故事线 我们往下看 这边是它的联系方式 大家点一下 可以加入他们的社群 去了解他们的更多的信息啊 那这个足球员与众呢 它也是模拟现实中的足球经济 它进行设计的一个球员呢 从他最早被发现 然后到训练 他的年龄太大了 他的战斗力会下降 整个也是仿佛 真实的足球行业的一个模式来开展的 然后这里讲的是 他play to earn的部分 拿几个方面去让大家赚钱呢 一个是你可以卖队员 你自己发现的队员 培养的队员 你可以卖掉 第二个呢 你可以接广告 你的球队非常出名 很受欢迎 你可以接广告 第三呢 你可以赢比赛 然后这是讲 它的治理代币叫MSU MSU的holder呢 你可以去参加它的治理的投票 然后你还可以获得一些NFT的这个掉落 然后你还可以去参加 新的游戏的特色的设定 这是它的发展路线 那21年Q4呢 也是现在 现在要完成它这个代币的预售 另外一个是它这个 种子队员NFT的内部 私人预售 然后还有种子队员 这个NFT的公开预售 然后明年Q1呢 就要做这个种子队员NFT的这个升级 然后还有真实队员的训练 它这里是有两个NFT 一个NFT是它的种子选手 另外一个NFT是它的真实的职业选手 职业选手是通过训练来升级 那种子选手是本身 它有一个知识的提升 那这两种方式呢 都是它的游戏项目 然后这后面就是游戏一点一点的上线 那Q3呢 Q4呢 要做一些对战 球队与球队的对战 那最后呢 它还有一些游戏功能 比如说运动场的租赁 这个是要社区投票 要不要上 如果上的话 他们后面去上一些体育场的这个售卖呀 体育场的租赁呀 上一些这种经济模型 然后这里是它的合作伙伴 那Polygon 它这个游戏也是发行在这个Polygon上面 然后这下面是它的创始团队 这整个团队呢 他们现在是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也是打配到非常喜欢的地方之一呀 还是很美的 莫名对这个团队有一些好感 这个CEO和这个CTO 他们都公布了自己的推特 可以在推特上直接联系到他们 这个团队还是蛮狠的 直接把照片啊 直接把名字都给放上来 比着其他项目搞一些匿名啊 这个团队还算是一个比较真实的 看起来想做事的团队啊 这是它官网的一些内容了 好 接下来看一下它的白皮书 那这里一句话介绍呢 我是一个区块链的足球元宇宙项目 让大家可以一起play to earn的这样一个游戏 这里是如果你想赚钱呢 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你要赢得比赛 然后你完成赛季也可以赢奖励 然后你可以买球员 然后借球员 然后你可以赚买卖球员的佣金 你可以去卖总资选手 然后你的球队如果受欢迎了 你可以得到这个广告费 然后这里说你甚至还可以赌球 然后最后呢 你还可以去租赖你的足球场 然后这里你还可以卖足球门票 那在大漂亮看来 后面这几个都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啊 那前面这几个明年能实现就已经很不错 那这个NFT呢 是种子选手 然后直接翻译是年轻的童死君 那这个NFT 我理解的就是贫运气去抽啊 你说不定可以抽到一些天赋 特别好的这个种子选手 然后把它们培养成专业的选手 可以卖钱啊 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然后这个NFT是专业选手 这些专业选手买回来可以直接去参加比赛 然后或者是直接通过训练去升级 级别越高赢的概率越大 那这些专业选手他也有他的特质 下面也是可以升级的 比如说这个攻击啊 防御啊 身体情况和这个智商啊 他都有各种各样的级别啊 这样是可以往上面去做一个升级的 那这个NFT呢 就是他的足球场 足球场你可以去买 可以去卖 然后还可以去租给别人打比赛 然后还可以组织比赛 售门票 这是他的第三个NFT啊 然后这部分讲的就是他玩游戏的部分 首先是刚才那个童子君 他是怎么样去升级的 每次升级消耗多少他的代币 MSU 然后这一页就是你要去训练你的童子君 你要送他去参加一些训练会 每次参加需要多少多少钱 这里面都是他的代币的消耗 然后这是交易 你球员之间交易 童子君之间的交易 然后他会给你做一个交易市场 那这是比赛 比赛你可以设计你自己每个位置的球员 然后把每个位置不同的能力的 体配到上面去 然后这个还是比较专业的 自己喜欢玩足球 或者是有一些专业支持的玩 这个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QT是完全小白 然后这里是赌球 你现实中的所有的足球的玩法 我都给你搬上来玩一遍 这个团队对足球还是非常专业的 喜欢赌球的钢铁直男们 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个游戏 然后这里是未来的拓展 可能是让球队可以赚广告费 这种事情 要看社区投票决定要不要上 那这个他自己都还没想好 我在这里也不讲了 那我重点讲一下他的代币机制 那他的代币呢 只有一个就是叫MSU 这是他的合约地址 可以复制进去看一下 那这个代币呢 是一个12420的投资 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发在12420上面 还是很奇怪的 那拥有他这个代币的人 可以去参加他的社区治理 那他这个代币有一个特色 就是引进了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叫 关于这个机制呢 他这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 就讲这个bonding curve 那这个bonding curve 它的作用原理是非常复杂的 那他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简单来说 就是让这个token的曲线啊 就是它的k线 没有暴涨暴跌 是一个平滑的上涨 或者是平滑的下跌 这个功能啊 听起来非常唬人 但是大漂亮认为 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是让你平缓的上涨和下跌 又不是不让你下跌 你该恐慌还是会恐慌 只不过它这个恐慌 不像那个一侧豆一样 当天就砸盘 砸一根针插下去 它可能会慢慢的下跌 慢慢的下跌 让这个恐慌情绪呢 不那么恐慌 那削减恐慌情绪 你说它没意义吧 它也是有意义的 那很多项目都是因为恐慌死掉的 对吧 它把恐慌情绪削减之后 也就意味着 它项目有可能会比其他项目 会稍微稳一些吧 那这就是这个tbc机制啊 那它的总供应量呢 也是360m 那也就是它是一个 一个通缩逻辑的上涨机制 好的 这是它的代币分配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么分配的啊 35%是给玩家去 通过玩游戏挖出来的 然后20%呢 是它的坐视基金 他刚才说 他要搞一个tbc的机制嘛 这个机制 你要平缓的上涨平缓的下跌 你肯定是要有坐视基金的呀 那这部分呢 就用来自动坐视了 然后它的公开发售是5% 然后私募这里募到了20% 这个团队的募资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然后广告费留了5% 然后团队留了15% 这个团队还是挺黑心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私募和公开发售 其实就这个钱 都会回到团队手里嘛 也就是意味着 这个团队啊 占整个项目的40% 40%都被团队拿走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私募情况 它不是说它20%用于私募吗 好它的创始人 这里发的推特说 它私募到了1.8m 这20%卖掉了1.8m 募资能力还是很强的 然后被这些基金买走了 那下面呢 就是讲这些基金的介绍 谁投了它 看了点大概都是 小有名气的一些VC 还有专门投区块链的VC 那这个团队还是蛮有厉害的 它还搞到了一个韩国的VC 这个还是一个国际型的项目 它本身在那个巴塞罗那嘛 它还能联系上韩国的VC 那这个项目的融资能力 其实还是很强的啊 那做完这20%的这个预售呢 他们团队马上要开 这5%的公开发行了 等会儿我会专门去讲 它在哪里公开发行 想参与的朋友可以去参与啊 好接着讲这个白皮书啊 这里讲的是它Play 2R机制 这些都还没有上线 没什么好讲的 好讲它的发展历程啊 Q3呢这些都已经做了 发白皮书啊 发币啊 然后上线官网啊 这些做Telegram Discord Twitter这些都已经做完了 那Q4呢就是预售和公售 然后它有它那个童子军的NFT的发售 这些都还没做 这些我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最近想参与的可以参与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发展路程 都是跟官网都是差不多的啊 这个我就不再多讲了 好我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它的团队啊 它的团队是这样的 首先呢这个CEO和这个CTO呢 一起工作了很多年 他们一起做的这个创业 做的这个项目叫iOS 那这个项目呢 最后是被一个大厂给收购掉了 在2014 那2014年之后呢 他们就一起去做了这个Champion Games 就是这样一个游戏公司 然后他做游戏公司的时候 这个CTO也是跟他一起创业的 就是这两个人是创业的老搭档 那这是游戏的部分 后面呢 File的部分呢 经理模型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全都是顾问 那通过这些我们能看出来什么呢 我们能看出来的是 这个游戏 它是一个传统的游戏公司转型 过来做GameFi的 那这种项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游戏可以做得非常好 他的3D渲染呢 他的这个足球的游戏的玩法呀 应该能做得非常好 因为他都是在传统游戏圈厮杀过来的 你想想14年也开始做到 现在也厮杀了67年了 是经过市场验证的 但是呢 他容易在哪栽跟头呢 就是在经济模型的设计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他刚刚花了一个大力气 做了一个这个TBC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 那这种机制呢 在我们看来他其实是蛮鸡肋的 那但是呢 他还着重去讲 那这就意味着这个游戏方可能在经济模型上面 他其实是有一点点文化汉的感觉 他是在不停摸索 然后匹配相关人才的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呢 我还是比较担心他的经济模型呢 那经济模型崩的话也不会崩在早期 他会崩在项目发展期 所以呢 大漂亮是比较担心他项目发展期的这个走势的 好 这就是他整个白皮书的介绍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刚刚说的公售的讯息啊 好 他公开发售呢 分两波 第一波呢 就是6号 在这个DOMAKER DOMAKER是一个专门做游戏公售的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第一个就是他Metro Soccer 公售要来了 还有两天三个小时就要开始他的公售了 那公售的价格呢 他也在这写得很清楚啊 0.03U 在DOMAKER这个平台参加预售的话 他有一定的门槛 你要质押他的DOMAKER的这个平台币啊 才能去参加他这个预售 那除了这个方法 还有一个公开发售的方式呢 是他自己组织的 那这个就是你要先获得他的公开发售的白名单 获得这个白名单的前提呢 是你要做一个KYC认证 那这个其实就限制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玩家 有些国家和地区是严定禁止区块链项目的 所以身份比较友好的小伙伴可以参加他自己的这个预售 那获得资格的话 你最小可以参加100U 最多只能参加500U 去买他这个平台币 MSU价格呢 也是0.03U 跟那个DOMAKER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有一个时间线 这个白名单 12月7号就停止做了 所以如果想做的话 大家尽快去做他的白名单 做白名单的方式呢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呢 你要在这做KYC的身份认证 那接下来把他下面的11个Task 一个一个去点 点完一个一个完成就行了 这里面的每个链接都是可以跳转的 你点开之后 把你的信息填上去 然后点继续就可以了 这就是白名单的操作方式 好 看了这么多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项目的 现在来看的优缺点 第一个优点呢 他融资能力很强 非常强 他上来什么都没有 就已经融到了230万美金的这个私募的融资 第二个呢 传统游戏公司转型 那他的游戏体验感将会非常好 第三个呢 这个游戏在其余方面非常专业啊 整个足球行业涉及到的所有环节 他都涉及到 选球员 球员的升级 球员的买卖 球队的买卖 球队打广告 方方面面都给你涉及到 甚至连最终的赌球啊 赌比赛啊 这种都给你涉及到了 所以可见他还是非常专业的 第四点呢 是这个游戏的热度 现在在国外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他早期前几天 发了一个种子伦选手 NFT的销售啊 这个消息 大朋友看到的时候 他的NFT都已经买完了 可见在国外的热度还是可以啊 大朋友今天这个视频呢 应该也是国内中文资料的 第一个视频 他之前还没有什么中文资料 好 我们来说一下他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 就是他私募过于成功了 私募卖出了20%的筹码 现在我们都知道 这个Eternal的币价为什么跌 就是因为 他早期在私募阶段 卖出去了太多筹码 解锁的期限一到 使得这个游戏 在关键的发展阶段 遭遇了一大波的瀑布 这个瀑布应该是持去了三天 三天的腰斩卡卡 这个币价一下子跌了10倍 那这就是这些项目 早期私募卖出去太多 为后面的项目发展 埋的一个雷啊 第二个缺点就是游戏还没上线 游戏还没上线 就意味风险比较大 你买了他的NFT 或者买了他的公开的 发售的这个代币之后 需要等很长的时间 才能迎来项目的真正爆发 那夜长梦多 这个期间风险 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风险呢 就是来自于团队的配置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游戏的核心团队 CEO以及CTO 是一起创业很多年的伙伴 包括他们一起做的游戏公司 也已经六年了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这个游戏经济模型的部分 全部都是顾问来的 先不说他们这些顾问的专业性 单说他们这个顾问 兼职这个工作属性呢 就使得这个团队的经济模型 看起来不是那么靠谱 再加上他的经济模型 其实非常复杂的 他要用一套token 把整个足球经济体的 这个所有的经济环节 给串联到一起 这个难度系数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大漂亮对此深感担忧 这是以上 大漂亮觉得三个 可能会有风险的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看好这个足球远与众嘛 如果看好的话 你可以去坐坐他的白名单 领领他的福利 好 最后还是要说一下 不要忘记关注大漂亮的Twitter哦 拜拜 喜欢我就订阅我 QT陪你一起打游戏哦